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得知休士顿正姓中国公民在6月24号的凌晨 被歹徒持枪抢劫 身受重伤 大使馆负责休士顿地区的部分领导特别委托 休士顿的桥里卖了鲜花及水果去医院看望他 大使馆在得知此事后一直在联系知情人士了解情况 同时联系郑先生的太太表示慰问 请看本台记者陈铁梅的采访报道 6月30号上午在大使馆的委托下 中国人活动中心董事杨德青 李氏苏三晨 2022年国庆升旗仪式共同主席罗敏 湖南同乡会秘书长谢玉芳 记者陈铁梅等人 陪同受害者的妻子一起去医院看望了受害人 幸运的是郑先生已经苏醒 意识清楚并且可以简短的对话 公寓负责人周先生对在公寓发生的意外深表遗憾 也委托买了鲜花和水果对受害人进行慰问 我们现在很关心郑先生的身体状况 看看这事物已经拖累了危险 反正我们了解到了他现在已经拖累了生命危险 但是据了解很可能有可能会中方残疾 另外就是现在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务 就是说他们能不能够在地做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 所以今天我们都赶快来看望了 今天我们也得知 罪犯已经被抓获了一个 而且周易元也到了现场 他们都非常关心这个事 直接在跟菊芯警察局那儿的游戏 在利益中抓获另外一个罪犯 我们觉得中国城这边的治安 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improve 也很感激菊芯警察局来带领我们大家 来看望受害者 希望受害者能够尽快的康复 我觉得这个发生在中国城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更多的 一起大家同方一起来关注我们整个社区的 这样子的安全 大家能够观望彼此互相帮助 能够同心协力 不管是站在我们整体的中华民族的经纪上 还是我们整个社区 这样的一个经纪上 大家一定要彼此共同帮助 受害人的妻子在6月26号告诉记者说受害人身中六枪 但是后来经过警察检查以后表示受害人身上中了四枪 一度危在旦夕 德州州议员吴源之也正在医院探望受害人 他说嫌疑人中已经有一人落网 他呼吁大家注意人身安全 遭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报警 他们已经在医院中立了 他们已经出现了一个人 您去看见